歡迎收看今集的靈異邨 又是邨長和大家主持靈異節目的時間 今天是星期四 天文台說明天有機會打風打三號球 打八號就好 全港狗的打公仔當然很希望八號球 不過他很保守就是三號球 明天會不會有機會打八號球呢? 大家儘管留言 你猜會不會打八號 我看看大家的直覺能力是否準確 剛才我心癢開了Youtube頻道試試他的東西 剛才也有很多人攻進來 那不錯啊 下次我又打開 我以前用過Youtube頻道來打機 打恐怖遊戲 很好笑 Hello 新村民 紫薯 你好 我以前打恐怖遊戲 有些位置我過不了 或是很害怕 我也很害怕 村民就會去水 去吧 村長 走吧 好笑 挺過癮的 我其實買了那個打機的盒子 可以拍的 不過我看到現在的遊戲 因為未出新的東西 遲些新的東西可以玩一下 又玩一下打機直播 挺好玩的 好了 馬上開始說一下 除了打風之外 看看明天會下雨 如果一眾的各位不幸運 明天不是8號球 而是3號球 即是要上班 記得帶把傘 躲低頭走也要帶把傘 喝工 明天是8號 真是甚麼新娘 你的消息來源是甚麼 我剛才剛出門後 還說說3號 真是8號 我知道了 明天是8號 在10月8號 我頂 很陰我 幸好我頂了 慢著 有古怪 我明明真的很確定 自己看到是3號 行了 明天是8號 10月8號 行了 沒事 差點讓你陰我 上集第一部份有話沒有聲音 是嗎 上集重播第一部份有話沒有聲音 我稍後問一下工作人員 是嗎 是呀 我先了解一下 好了 那就跟大家玩一些小小占卜 不過這次就不是人人有份 這個 你們有身份證 身份證裡面 有某些號碼 如果重複或多 其實是有些意思的 這次就說說今年這個 雖然今年快結束了 但還是先玩 明年我重新再批 我再告訴你們是甚麼號碼 因為每年都會轉 運不同 你有甚麼號碼就會不同 如果你今年 你的身份證 有意志 但要兩個或以上 一個不算數 一個不是 兩個或以上 你要小心 就是桃花多 不管你是漂亮桃花 難桃花 因為漂亮還是難桃花 檢查不到 就是桃花多 人緣好的 女生當然是好 女生當然是好開心 越多六字,代表什麼呢? 就小心會投機失利 六字多的人很奇怪 米高仔,你有兩個二字 你小心點,米高太 米高太在哪裡? 好了,六字多的有沒有? 兩個五,沒事 因為我剛剛只測了二字、六字和三字 如果你五,我下次再說 六字多的朋友,看著 六字多的朋友,今年出奇地很多做新娘 新娘,你小心點 很多人生意你投資、投機、提示 全部生意 但是總之的機會很大 因為今年有兩個六字,以上身份證號碼 身份證號碼,是身份證號碼 說清楚,不是電話,是身份證號碼 所以,不要聽生意的貼士 新娘,千萬不要太多 好,下一個就是三字 如果是兩個三字 兩個三字,那會怎樣呢? 兩個三字的人千萬不要玩賭錢 好奇怪,兩個三字的人千萬不要打擾 好啦,那你心想,那村長也是 那個那是什麼 那個呢? 對 anywhere呢? 對幾多呢? 對幾多呢? 對幾多的貧 對幾多呢? 對幾多呢? 倫盡了,別管了 對幾多三字的人不要想去想 因為今年三至多的人容易輸錢 所以那些打麻將、買馬、讀小賭那些 就少賭移情了 真是容易輸 其他電話還沒測到 不夠時間了 我今天做了很多事 我又做了血型占卜很詳細的報告 剛才拍了影片 放上youtube 剛才試過的直播 我又要開始做你的影片 再上載到會員仔 所以剛才很急 又要做今天的資料 因為今天的鬼故 寫了整個東西 所以我剛才隨機測了幾個號碼 就是那些書籍 最重要的 我當然要說什麼書籍 桃花等 但如果你們有興趣 我下集就測試你們的身份證 其他號碼 一定會有好東西 我下集就說了 你要等下一集 你有四個四的 開 我四個四的 開 我下集就說了 十到九片的貪志得的頻 贏就贏一顆糖 輸就輸一間廠 就說 阿夢蝶你也不錯 今天馬上開始說靈異鬼故 我看到有一個 男生 他是瘦子 十三歲 他就說自己 離家出走的經歷 其他號碼 我下集就說了 插不完 不夠時間 還有很多東西可以玩的 原來算命 是很過癮的 因為要開人名 我又不好意思 在免費時段說 我先找個穩陣的題目 我現在指明 米高或者新娘 好記性一點 或者Wing 稍後拍二提到我 我有個地產同事 去了看某一個算命 有名的 不過很貴 但他就說了幾個趣 我稍後拍二再說 因為別人的東西 我當然要拍二說 好嗎 稍後拍二說 我下集就說其他號碼 好了 這十三歲的男生 他發生什麼事 他就說他有一天離家出走 因為跟家人吵架 一時以氣 出門 出門的時候 是晚上時段 自己在公園坐 因為他沒有錢 沒有帶錢 短褲拖鞋 沒有帶錢 十幾瘦 還要死 那時正值十一月 天氣開始冷 沒帶來途 一時以氣 坐在公園 心想 媽媽也會下來找我 等她下來找我 我才上去 誰知道 在公園 就特意找一個暗角的椅子坐 一坐 坐到很晚 心就灰了 因為媽媽真的沒有下來找他 心就灰了 死了 我坐還是不坐呢 當時已經坐過了十二點 就覺得媽媽真的不下來找自己 你知道小孩子那個自我心 想家人真的不要我了 想到很灰 很不開心 坐在公園裡 冷到手腳都冰了 這樣 就在這個時候 她離遠就看到有一對男女 走過來 因為她坐的位置就暗了 那對情侶就離遠 她心想 死了 有一對情侶在散步 走進公園 因為她自己是小孩子的樣子 即是小孩子 你知道這些警察 或者會鬥你 身份證 或者會問長問短 當她感覺到這對情侶走近自己的時候 就不其然就倒下頭 因為不想對情侶八卦 問小孩子為什麼你在這裡 那些她不想 就心想 我離家出走 不要被人認到樣子 倒下頭 就看著她們對腳走過了 那他們走過之後 她就 唉 唉 鬆一口氣了 坐下坐下 就看著地上 就有一隻飛鵝 那隻飛鵝 就好像是 對翼 截翼 那些 其實那些不是截翼 那些飛鵝 可能那些飛鵝年紀很大 就快要死 或者不知道被撲到那些什麼 那些翼都掉了 那些翼都掉了 她說那對翼 就好像有缺陷 飛不起 就在地上點一下點一下 飛鵝很大隻 不其然 令很無聊的自己 就看著地上 就看著飛鵝在那裡點一下點一下 那當她看著飛鵝在那裡點一下點一下的時候 她掛著看著飛鵝在那裡點一下的時候 沒有抬過頭 但突然之間 她又看到有一雙腳走過 那一刻 看著這雙腳走過 她當然不敢摸高頭 因為她真的不想別人看到 有個小孩採公園 但是她就 呆了一呆 等一下 這雙腳就是剛才走過的 就是剛才那雙情侶 那雙情侶 走完一個圈 又走一個圈 那麼有空的在那裡散步 所以 她就 又走過的 很奇怪 沒有理會她 然後 再 因為她 當她走過之後 看著她們 背影遠去 然後再看著地上 那隻垂死的飛鵝 看著看著 突然之間 這雙腳又出現 而今次這雙腳 就不是走過了 是對正自己 站在那裡 這一刻 她突然會害怕 咦? 怎麼站在那裡 難道發現 又不尋尋 糟了 會不會報警抓我 我是小孩 在街上當 那樣 她就看著這雙腳 很肯定 看了兩次 很肯定是那個情侶 又不敢抬頭 突然之間她想想 咦? 這雙腳又不動 站在那裡 滴不動 我不動 不說話 他們 不問我 做什麼呢? 想抬頭的時候 就發覺 原來這樣會被鬼折 我做一次 咦? 糟 被鬼折了 我不動 那一下 她就懂得害怕 她看著前面那雙腳 還有一隻 飛鵝 捏捏捏捏 那一刻她覺得很詭異 她突然之間覺得 晚上在公園那裡 她有一種不舒服 很詭異的情況 還有加上 她冷到入骨 不知道她是不是 寒氣 好像我那樣 寒氣入心 她撞了邪 在這個時候 想著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她就很微弱地聽到 她媽媽和她姐姐 叫她的名字 找她 她呢 她聽到她姐姐的聲音說 媽媽 要不要報警啊 這樣 她那一刻 突然之間 用盡狗牛義虎的力 就要用喉嚨叫 媽 她想叫 媽 她就 動得回 就叫媽 叫她姐姐 這樣 一叫她媽媽 姐姐當然聽到 就走來認識她 找她 看到她 當時 她姐姐形容她 她的臉已經青了 白了 她說 弟弟你沒事吧 你幹什麼 她媽媽抓她的手 她就已經冰了 她的弟弟 那時 十三歲 就忍不住 就說了 忍不住 兩眼淚 很觸眼 說你們不下來找我 因為已經坐到 一時 她媽媽和她姐姐說 你走了半小時 我們已經衝下來 你走了沒多久 其實 TOSTO也有義氣用詞 就是你走了半小時 我們已經來找你 下來了幾次 到處找你 奇怪 我們到處找過你 在這個公園真的找過你的 她說 沒有啊 你們沒有找過我 不是啊 我們找過你的了 她說這個位置 我們已經走過幾次了 她那一刻就說 但是我真的見不到你們 我一直坐在這裡 沒有走開過 等你們 因為她一時意氣走到街 甚麼都沒有在身上 她可以去哪裏呢 但是完全見不到 其實他們已經鬼暗眼了 每個兒子下來的一刻 已經中了一招 發現了她 就唯有抓回她 就上回家 抓回她 上回家 她的家應該是很多人住了 說回這件事 她的爺爺就說 你們不知道嗎 以前小孩子的時候都說 這些公園最多這些東西 你坐不坐 坐到公園的暗角 你知不知道 那些公園 被鬼上身 找替身 那些是最流行的了 幸好 你這個時節下去 你如果是鬼節 更麻煩 那個爺爺就這樣跟她說 快點 上回家 然後上回家 然後趕快去睡 睡好一點就好一點了 就叫她這樣做 她那個經歷 她說 令她很難忘 她寫在網頁上 令她很難忘 她說她不能夠解釋 那些情侶 究竟是什麼人 還有為什麼要在她面前走幾次 還有什麼目的 還是抑或 她看到那雙腳 其實根本都是她媽媽和她的姐姐 只不過是被鬼暗眼 遮住了 她就不知道了 但是她就在公園裡遇過這些經歷 在公園裡你們遇過什麼經歷 我真的想問一下米公仔 米公仔公園 村長你不要問 當然是大女兒晚上去公園 就是這樣 村長就提醒 我的村民有幾款 有一款跟我年紀差不多大 或者大我一點 我提醒一些跟我差不多大 或年紀大我一點的村民 時代不同了 現在很多攝影機 而且手機晚上都拍得很清晰 不可以再做這些事情 所以現在已經絕跡了 另外一個故事 就是關於一些哥爾夫球場 哥爾夫球場 真是小聽一點 哥爾夫球場的感覺 可能我們是否少人打高爾夫 比較陌生 這個是一個球童的爆料 那些Teddy Boy 那些球童的爆料 他就說 他在那個 練法球的球場那裡做事的 練開球的球場 香港有幾個 在公園嗎 認識到很多 阿婆和阿伯 是嗎 那 我稍後說一說 在公園的騙子 給你們聽 真人真事 真人真事 但是這些東西 是會有報應的 那我稍後說 真人真事 給你們聽 他在一個 香港的練法球 練開球場 不是很多 你們這樣說 一定猜到 好 他們就是這樣的 他們有輛車 駕出去 就會自動撿球 練法球 每個草地 就會有很多球 打出去 有一桶 一桶 他們就這樣 就會出來滾球 那一晚 已經下班了 那些人都走了 他又駕駛出來 滾球 滾球 其實是撿球車 當他駕駛出來 撿球 滾球 突然之間 有一個球 就扔他 扔他 他就回頭看 以為是同事玩東西 拿球扔他 但是回頭就沒有人 他的心想 是沒有什麼可能的 因為那些 波爾夫球是硬的 很危險的 扔人很傷的 所以他就心想 有一些同事也不會這樣玩 可能是他駕駛的車 會捲 好像有個機器一樣 捲了球 可能是那個機器 那些波彈器也會打到我 然後再滾球 撿球 誰知道 又有一個球 扔他 感覺是扔的 拋出來 那一刻 就回頭 開了燈 很光亮 但是很空曠 那些人都走了 他那一刻覺得 是有人弄弄他 那他就已經說 不要玩了 再走 再撿 再撿 又有一個球 扔他 這次一扔完 就聽到有小孩笑聲 嘻嘻嘻嘻嘻笑聲 是小孩笑聲 那他就知道 糟糕 那些小孩笑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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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其中一次經歷 另外一次 就是他去到場打 他去到場打 他去到場打 他是做陪同 那些 即是在旁邊幫人拿了球袋 幫人拿東西的球筒 他說 那一次就是陪一些老闆 下場打 他下場打的時候 就看到 草地有一塊 有一條銀色的鍊 就有鑽石的 就掉落地 當時 因為那個老闆 他在這裏要開球 問你拿什麼球桿 你又要服侍老闆 所以他就不方便去撿 但他又記了一眼 嘻嘻嘻嘻嘻 這條銀在這裏 一會兒回來撿去看看 什麼來的 那好吧 招呼完老闆 即是那個老闆 打完場打了 他走了 他就很熟悉球場 他記得那個位 他回頭去找一條銀 就想撿去看看 是什麼來的 但是呢 就找不到那條銀 咦 難道已經被人撿了 不過 你知道那些球場很疏落 不是很多人 應該不會啊 不過算了 可能不關我的事 好了 一路走 一路走走的時候 你知道球場就是一個個洞 就是插了一支旗 有個洞 打一個球進去 他就是 突然之間看到 有一個洞 那個支旗 就搖得很厲害 但是是沒有人的 咦 為何支旗搖得那麼厲害 這個洞 那他就走過去 一看下去 就看到那條銀 的銀色在下面 他就 咦 在這裡 好 誰踢進去 就伸出手 去拿這條銀 拿這條銀出來 就看 那 他就說 這個真的 人性的問題 因為 因為 那條銀的鑽石 也很大顆 看下去 他不太懂得分 他說 都有卡幾兩卡掛 但是 又害怕 一會兒 那些客人 回來說 不見東西 投訴 又麻煩 於是 就戰勝了 這個貪念 他就回到那個 工作室的時候 他就交給櫃桌 問 是不是有客人 跌了一條銀 看看 那他們說 好吧 放下吧 那些人 自己裡面 辦公室的人 就說放下吧 有客人說不見的時候 就告訴他 但是 大家都沒有很為疑 因為沒有客人說 是佈室 直至 就是 有一個人 他就說 好像 我見過有一個阿太 來 穿金戴銀 來打 golf 很誇張 打扮得很誇張 他曬得很黑 他戴一條鏈 我記得好像是很閃 好像是他 不如就是 問一下 是不是他跌的 但他好像很久沒有來 他有一段時間沒有來 於是就聯絡一下他 聯絡一下他 聯絡一下他 就是 他們入會 有一群阿太 問一下他的朋友 為何這麼久沒有來 一問 他心臟病 入了醫院 昏迷了 醒不到 他們聽到 難怪又沒有佈室 又沒有出現 不見了人 但也不可以百分百 確定是他的 那 好了 這個 球童 Teddy Boy 其實不要這麼說 他那個做事 只不過 有什麼位置 有錢就做哪個位置 就是 撿球 撿球 對不對 他心想 如果這個阿太 去了 或者有什麼事 你猜那條鏈放在那裡 會不會有鬼 他這樣想 想得多是會說的 終於 過了兩天 就口疏 就說 那些女同事就心裡 就說 別說了 好害怕 因為他們做的地方 是荒山野嶺 不要說這些事 好害怕 這些 是會衰多口 那個阿太 真的走了 他們就說 糟了 那怎麼辦 快點拿走 或者怎樣 因為又沒有人暴躁 又找不到他 他們問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 終於都會問 會不會 我們撿到一條鏈 會不會是那位阿太 有些同事都說 好像他帶過 那位阿太的朋友說 我不確定 但他走了 不在了 我又不知道 要是這樣 我手機拍下照 他想我問一下他的家人 就用手機拍一張照 就問一下他的家人 那他的女兒就說 是他媽媽 那他的女兒就下來 拿這條鏈 那他的女兒就下來 拿這條鏈 那他的女兒就 看到他們 就說 麻煩你們 你們有這麼厲害 認得這條鏈是我媽媽媽 他說 是呀 你媽媽經常去打球 曬得很黑 那條鏈很閃 同事記得 那聊天 原來他媽媽 過世那一天 即是在醫院 昏迷 他其實不是昏迷 他是心臟病發 做了手術 做了手術 就是不醒 然後就過世 他說他媽媽過世那一天 其實正正是這個男生 他就是打球 看到那條鏈那天 所以是有些古怪的事情 他說 為何這條鏈會進了一個洞 去找到 其實就是這個阿太 就是跌了一條鏈 應該他過世 他回過來 把這條鏈 因為如果你打球的人 就知道 你打球進了一個洞 你這個草地 他覺得你未必會留意到這條鏈 但是如果你放進一個洞 那裡 你一 有人打球 就一定會去找到這條鏈出來 他可能心想 可不可以收回給我 所以那個阿太 他就把這條鏈放進那個洞 那裡 Teddy Boy聽到 就覺得 哦 原來他就是那天去的 可能他就是 知道 跌了在這裏 就想回來拿回 但是他又 所以他就做這個動作 放進那個洞 就希望他們給回家人 他就交回給女兒 他就說 我都幫你給了你家人 幸好沒有貪心 這麼猛 他就說 沒事了 沒有什麼事 不要再回來 這個就是他做這個求童 遇到其中一件事 雖然不是正正是一隻鬼蛋出來 但他又說得通 也對 你放進那個洞裡 一定知道 一定會收拾 一定會 哈羅我先看看 公園已經被大媽佔領了 大媽帽 還有大陸 阿沈阿伯 公園說得好 那 九十九 照田雞 那 那 我 怎麼說 我講這個公園的事件 真人真事 公園呢 除了大媽帽 爸爸 媽媽 其實你們 如果在公園 有家人 經常都是孤零零 例如 有時候 有些家人 隨便有一個 去了 只剩下媽媽 只剩下爸爸 去公園打牙膠 認識朋友 非常小心 真人真事 發生 在公園 有一個婆婆 年紀很大 他專門選擇 單單一個老人家 去跟他們朋友 聊天 他是女人 當然他會跟婆婆朋友 他就好像很關心他 會去到他家 探望他 但這傢伙 他會常常去買些 藥回來 例如在大陸不知名的藥 可能是幾元粒的藥 他就告訴你 我為你好 幫你買藥 就收人五百元 因為那些婆婆 可能是老猛了 獨居 不知頭不知路 又有個朋友 來關心自己 又說得很好 又買到過來 因為他 就會懂得夾你 會有那些 給你壓力 令那些婆婆 就不好意思 買藥 那些真的不知道是什麼藥 因為越吃 那些婆婆 就吃到老猛了 就是越吃越猛 他就是經常都忘記了 經常都不見錢 那不見多少錢 不見二千元 不見三千元 不見四千元 那家人去數 又真的不見了 每次探望他 就會放幾千元給他 那老人家 不能吃多少 洗多少 真的不見了 最初那些家人就以為 糟糕 他是不是老猛了 跌了 弄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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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 他就開始知道原來就是你 原來就是你 整天就五百元 五百元 這樣欺騙他 吃到他又猛 他越猛 你越容易欺騙 吃到他就忘記了 同一件事 不停來 原來一個禮拜 拿兩次 三次 拿下拿下 越拿越多 那些家人 大家都看不過眼 但是因為 本身自己的老人家 他是 想著這個是朋友 老猛了 變了警信 不是這件事 一定要跟你們說 因為真人真事 很多發生的 而且這些藥 吃到那個人猛了 以為是靈異事件 看到古靈精怪的 但原來可能是保虐黨 這些是保虐黨 到最後 那怎樣 家人在外面 就趕走了 這個婆婆 叫她 你不要再來 這樣 但是 這件事 跟靈異也算是有關的 因為 你要相信這個世界 是有暴影的 這個婆婆 是不是這個目標 沒有了 他就找下一個目標 誰知道她在公園 找下一個目標 突然之間中風 進了醫院 就不能動 他就不能再騙人 那一刻 想 報應 他騙完一個人 弄得人快要死 他在公園 遭遇到另一個目標 的時候就中了風 那我就覺得 這些事情 真的 這個世界 真的有報應 可能是看怎麼報 他到處去騙人 現在的報應 就是他不能再騙人 對了 好了 我們下一個靈異故事 這個故事 我覺得挺特別的 看的時候 我是覺得挺有感覺的 所以我也想盡量 說好一點 這個人 他是做一個很資深的攝影師 他就說 曾經香港有一個時段 日本有些鬼片 有拍攝 是叫懸崖 就是有些人 登到山邊 登上頂 然後拍照 誰知道 失足向後 跌 因為那些相機 設定了自動拍幾張 拍到它跌下山 然後在香港 有一套以前的鬼片 都拍過的 就是後來 人家路過行山 咦 有個相機這麼順 撿了它 就發覺 真是 發現有幾個相機 原來相機的主人 跌下山的 但是沒有人發現 那這位 很資深的攝影師 他就說 他絕對相信 是真的有這樣的事情 他說 不是 那些電視劇 的劇情 不是鬼故 是拍到人 跌下崖 或者你們 行山跌下崖 他說有很多 這些事件 因為他自己 既是一個攝影法燒友 同時之間 他是一個行山 和一些自然教育工作者 就是他做這些工作 所以他經常行山 經常做一些自然教育的事情 所以經常都是去郊外 他說 首先你們想不到的事情 就是 撿到相機 是很普遍的 而且 很多行山人士 都曾經有撿到相機的經驗 包括他們 這群行山人士 其實已經撿過幾次有相機 那你為什麼會有相機 你一定會遇到一些事 不然你會無緣無故 我放了這部相機 所以他就說這些事的確是有發生的 而且有時候 那些什麼山邊發現有隻波鞋 或者有這麼臭嗎 原來這條屍死了很久 或者其實到現在為止 很多屍體在那裏 撿到一些卡位 找不回 如果已經變了骨 他相信絕對是還有的 而且 失足跌落山崖 是很容易的 很多行山的身手 去到一些位置 拍張照打卡留念 興奮太多失足 是經常有發生的事 他自己有一次的經歷也挺深刻的 他自己這麼資深地走山 這麼熟悉 他也有試過迷路 他也有試過中招 遇到有靈異事件 有一次 他就走山 當時他太有自信了 他平時圍開山邊 繞著邊去走路 即是他本身是行山 有條自然教育徑 是一定要這樣走的 但因為他自己太有信心了 他覺得他抄一條捷徑直上 就可以省了一個多兩個小時 他很想實驗一下 是否可以 於是他自己 就憑著自己的經驗 他就抄小徑 折了一條路 自己走 他說你也不要說什麼 這麼有經驗的 他走到那些位 因為越走越窄 那些樹枝打自己 弄到自己傷了 他說有些位置 是真的會迷失了 糟糕 在那個年代 沒有現在這麼多手藝電話 你要是出去 那條大路 才有部機 按報警 他抄了那些小路 就沒有這部機 就心想這次糟糕了 難道我這次 他們最常說笑的是什麼 千萬不要用直升機來救你 好樂 糟糕了 難道這次我要被直升機來救 因為當有人保你失蹤 清救了直升機 就會去找你 然後救你的時候 就很醜 難道這次 我就要被直升機救 好了 走 找我 找呢 那一下 他說天功都不造美 因為 天氣突然之間很陰 很暗 他心想死火了 不要落大雨 天氣不太差 因為突變 他還要是現在不太認得路 那就很麻煩 好了 那究竟 這傢伙 會發生什麼事呢 以及他遇到什麼 靈異事件在山上 我們待會 段二回來告訴你 OK 那些人